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光临阿N与阿N的频道 今天阿N将会和大家分享紫罗莲的演艺人生 紫罗莲原名叫做周杰莲,他是广东云浮人,是1924年出生 紫罗莲有个姐姐叫做周杰云,也是很有名的粤剧花旦 所以紫罗莲自小就受到她姐姐的分毫,也开始十分喜欢粤剧 紫罗莲13岁开始就开始学粤剧 及至到她小学毕业后,就马上加入了马斯增的太平剧团 而且一加入,就当起二邦花旦 二邦花旦就是相当于我们平时看电影的第一女配角 紫罗莲参演的第一部电影,是一部歌舞片 就叫做《第八天堂》,是1938年出品 她拍这部电影时,她只剩14岁 在1942年,当日本军占领香港的期间 这个日本军属下的一间叫做《大日本影画社》 就拍摄了一部电影,叫做《香港攻略战》 在这部电影里,就说紫罗莲被逼担任配角 演出其中的一场戏 而且,紫罗莲还被挟持去日本 就说,将会有一两套电影 宣传《大东亚共鸣圈》的影片 就要她被负责做主演 当时的紫罗莲当然不愿意演 因为如果演到这一套就像做汉奸 所以她就乘着一个机会,偷偷地潜逃到内地 令日军的阴谋就不得逞 一直直到抗战胜利之后 紫罗莲就重新回来香港 继续造演起这个行业 回来香港之后 她主演的第一套电影 就是《含绍饮披霜》 当时就是1947年 由1947年到1964年期间 紫罗莲一共主演超过110部电影 她主演多数都是 做一些休闲的少女角色 又或者是一些嫌妻良母的角色 她曾经主演过的名片十分多 例如1953年的《危楼春晓》 1953年的《家》 1956年有一套《墙壁的墙》 另外也是五六年的《珠门怨》 和《宝莲登》 1958年有一套《柳藝传书》 这些片子都是相当出名的 在1952年 紫罗莲和吴楚凡、白燕等人 创办了著名的中联电影企业有限公司 这间公司 即中联 出品了不少的优秀电影 后来 紫罗莲也创办了自己的一间影片公司 就叫做《紫罗莲影片公司》 而且她还自编、自导、自演 在1954年 在1954年 紫罗莲出品了一套电影叫《马来亚之戀》 这套《马来亚之戀》 是紫罗莲影片公司的出品 这是她自编、自导、自演的 1964年 紫罗莲拍摄了她最后一部电影 這套電影是《恨海晴天》的告別座 紫羅蓮本人是一個很虔誠的基督徒 他退出電影圈後 一直都在教會裏做義工 來服務社會 一直到2015年12月24日 紫羅蓮因病離開這個世界 當時他是享年91歲 接下來就和大家分享紫羅蓮歷年拍攝過的電影 在1940年有一套十萬銅絲 這個銅是兒童的銅絲 就是屍體的屍體 然後1941年就是冰山火線 和燥染藍橋 然後到1943年 就是《原段曲中》和一套《痴兒女》 然後就是1947年 《444546》就是沒有出品的 因為是戰士的關係 在1947年 紫羅蓮由內地回來香港 拍攝第一部電影 即是回來之後的第一部電影 就是《含笑飲闢霜》 然後就是1947年的《黑米養狀園》 另外繼續是1947年《瘋狂月老》 《十二美人流》和《情類縱情花》 然後就是1948年 1948年紫羅蓮的作品 有《萬六重中一點紅》 《歸來演》 和《斷腸跳扭人》 《疑龍曾珠》 和《黑俠歸來》 在《黑俠歸來》 紫羅蓮飾演這個角色 叫做李青美 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紫羅蓮的演藝人生 暫時分享到這裡 又要停一停 喜歡這條片的朋友 請你留言、分享、點讚 亦希望大家多多訂閱我們RN與RN頻道 下一集繼續和大家分享紫羅蓮的演藝人生 好 拜拜 請讀您們 讓大家討論一下 我們到處處處理